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对于人权的迫害受到国际抨击,而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,部分维权律师失踪至今已近三年,对此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首次回应,他仅称要依法处置。 正面回应,仅称中国是法治社会,任何人的自由、权力都要依法处置。包括记者提到的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,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痛批,傅政华的回应是敷衍民众、敷衍709受害者的家属,近三年来他多次到公部门投诉,都得不到丈夫的消息。 李文祖表示,让他最心痛的是,五岁儿子常常问他,爸爸是否已遭遇不测,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儿子,中国709大抓捕事件,是指2015年7月9日起,中国公安突然大规模逮捕上百位中国的律师,民间维权人士,部分人士至今仍下落不明